阿宽 娘 今天的事 你爹都跟我说了 娘 你是过来替我爹劝我的吧 娘 你说要是我爹不理解我 我明白 可是我是您从小一手带大的 我的脾气性格 您是最清楚不过的 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 材料啊 娘当然了解你 你从小好动不爱读书 娘也没逼过你呀 娘还求黄师傅收你为徒 让你自己干自己喜欢的事 可是有些时候啊 人不能太自私 要从别人的立场上去想 你试着把自己换成师弟 当你的最后一个心愿 是要把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子 可你的儿子却一口拒绝 你是什么感受 不要以为 是你爹逼你干不喜欢干的事 你就当是 为了完成一位老人家的幸运好吗 好了 娘该说的都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这是无数 你 실패是无数吗 刚炸菜 海吃热ès脆 很好吃的 简直是人间极品 来 怎么了 还在烦你爹让你做生意的事情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真的想听我的意见 如果换了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会听爹的话 跟他学做生意了 可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觉得是一件苦差是吗 我当然知道是苦差 但正如你娘所说 你爹他年纪大了 难道你连他一个小小的心愿 都不愿意满城吗 这样对一个老人家 而且还是自己的爹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你说的也对 可是保之林现在正需要我 保之林有那么多的师兄弟 少你一个没问题的 你还说呢 你看阿荣好吃懒做 不思进去 阿苏口齿不轻 没有主见 阿家年轻气盛 幼稚爱冲动 阿七吧 虽说他的功夫不错 可他又不善演讲 他们当中 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 撑得起保之林的 这个时候 你说我怎么能离开 你不是说过 你师公和师婆都来了吗 是 可是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 那么 你就当给他们一个机会 看看没有了你 他们可否撑得住保之林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看你能不能够适应新的生活 也当给你爹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开开心心地度过晚年 你是说我应该答应爹 放心吧 我会给你的师弟们解释的 相信他们都会理解的 况且又不是让你永远都不会保之林呢 当你生意走上正轨的时候 再回去就可以了 好 听你的 给大家一个机会 来来来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儿子季宽 这是梁叔 横叔 药叔 梁叔 横叔 药叔 你们好 季宽宽少爷长得是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啊 真有炳哥当年的影子啊 是啊 是啊 这个还多亏了师父教导有方 师父 师父 谁是他师父啊 是这样的 我没寻回季宽之前 他是跟黄飞鸿习武的 哦 禀哥说的可是佛山的黄飞鸿啊 是啊 哎呀 那黄飞鸿是出名的权势啊 是啊 得名师指导 阿宽难怪会不同凡响啊 那 今后你们三位啊 要对阿宽多多加以指导 这样啊 他才能尽快地把公司业务管起来 禀哥 你尽可放心 我们会把您的儿子啊 当成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来对待的 好 阿宽 你以后啊 要向三位叔伯好好地学习啊 他们可都是这里的开国功臣啊 知道了 爹 以后凡是我不在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就找阿宽 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 来来来 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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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啊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哦 好 以后啊 你就在这儿办公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 就问梁叔他们 哦 知道了 哎 这把椅子 也是从英国专门给你买回来的 你坐坐看 看舒服吗 好 好 爹 这个是坏的 这 这哪里是坏啊 这是人家英国人设计这椅子的特点 那是让人工作累了以后呢 坐在上面舒展开来 挺舒服的呀 你是少见多怪了 哎呀 看来啊 等我精神好一点的时候 得带你出去到处走一走 让你开开眼界 哎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先回去了 爹 那我送你吧 哎 不用了 你留在这里先熟悉一下情况 啊 爹啊 不如等你身体好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 有爹在 我这心里比较踏实 你都长这么大了 还怕什么呀 这个地方整个都是我的 将来它就是你的 你就是这儿的主人 你怕什么 我走了啊 还不舒服 这才像样啊 不过还是没有保值林的板凳束缚 嗯 啊 我听说啊 这几天家里发生一点怪事 不知道干妈的病 可否与这个有关呢 哦 嗯 发生什么怪事了 是这样的 我都是听包牙针跟我说的 他是从其他下人那里听来的 也不是我亲耳所闻 所以我不敢说 下人怎么说 你告诉我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有一个下人 打扫小楼的时候 听到小楼的房间里面 发出怪声 哦 就是纪容爱在那儿看书的小楼 就是那个小楼 志华 那个小楼里面 经常有些流浪猫狗进去 所以可能会发出一些怪声吧 可奇怪的是 干舅舅 在你晕倒的那天晚上 那 我晕倒的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 哎呀 这话你说嘛 这件事情呢 也是跟纪容有关的 哦 那天晚上 姑母说 看见了纪容 什么 看见了纪容 嗯 姑母还说 看见纪容就站在窗外 当我和纪化冲过去的时候 却不见任何人 有这样的事 是 当时我也在 那个时候 我只以为 发生的那些是干妈的幻觉 但有一点 我怎么也不明白 我当时就闻到一股臭味 阿宽就说 可能是前几天 因为下雨 河水上涨 涌出来的臭味 但我觉得这臭味 跟纪容死前的气味很相似 难道 难道 是 纪容的鬼魂 来看我们了 我听人家说 如果死者 他死之前 有心愿未了 或者是含冤莫白的话 他的鬼魂 就会留恋人间 不肯离去 起来 老爷 公司里的三位叔叔 说有提示要找您 让他们进来 是 请进 禀哥 你们三个这么大清早来 有什么事吗 是 禀哥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 这里没有外人 说吧 是这样的 昨天季宽少爷 他决定借钱给超级公司 但今天早晨我们收到消息 而且已经得到证实 超级公司已经实施了结业 他们的老板 也不知所踪啊 什么 你们没弄清人家公司的状况 就借钱给人家吗 按正常来说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季宽少爷也没让我们去调查 就让我们把钱借给了他们呢 你们是长辈呀 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我们当时也提交了超级公司的营运记录 但季宽少爷在办公室正在打拳 他看了两眼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是啊 我们也不好多说呀 阿贺纳 你怎么可以这样粗心大意呢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做生意要小心谨慎 爹啊 当时也是梁树他们 说超级这个人很可靠 所以我才把钱借给他的 我们确实说过 可超级以前确实老实可靠啊 季宽少爷 我们也没让他不调查 就把钱借给他呀 那你们要 爹 对不起 是我不好 爹 我看这个也不能全怪宽哥 因为他在金山方面一窍不通 难免会吃些亏的 依我看 是他的心里啊 只想着练拳 哪里还装得下公司啊 炳哥 是您问起少爷在公司的情况 我们才如实告诉您的 我们是不敢向炳哥说假话呢 是啊 机关少爷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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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你们三个先回去吧 操计的事情 等回到公司里再说 是 是 炳哥 炳哥 你好好休息啊 嗯 那我们走了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回公司了 爹 那我可以 可以不学做生意了 不 因为我知道 你根本就看不懂那些文件 也根本不认识几个字 所以我要把你留在家中 我亲自教会你 如何判断义宗生意是否可行 书中自有 犯困 我可以练功啊 我可行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这人就走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撤 撤 难道这一次又是我的错觉吗 我不相信 我感觉到有阵阵绝风在我身后醒来 我身后肯定有人 好 我就不信抓不到了 是你 进来 刚才我到公司找你 你不在 所以才在这里看你 你不舒服吗 怎么不去上班啊 别提公司了 我第一天到公司里就做错了事 现在被爹罚在这里 学什么读书写字 那你好惨啊 对了 不说这些了 前两天我说在家里出现了怪事 你还记得吗 刚才 我在这里练拳的时候 总是感觉身后有个人 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那个人就在我的身后 无论我有什么办法 就是看不到的 这么古怪 这个女孩儿好面熟啊 我是不是认识她啊 鬼 我还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那不是鬼就是人啊 如果是人的话 她在哪里呢 不要被她们发现了 不要被她们发现了 走啊 我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幸好跑得快 不然被姐姐发现会挨骂的 都说了不可以随便离开 还到处走 去哪里了 尿尿 还撒谎 我去找了坤少爷 你去找他 有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 差了一点点 我告诉过你的妈 叫你不要出去走 你还出去找人 被发现了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人好面熟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 他就他就他就他 你认得他 想不起来了 你没有痊愈 当然不记得了 时间呢 姐姐知道呢 把你关在这里很闷的 不如姐姐带你说去玩个游戏 怎么样 玩游戏啊 捉迷藏啊 捉迷藏很好玩的 怎么玩啊 和这屋里的人玩 还要扮成鬼玩捉迷藏啊 扮成鬼玩捉迷藏 好啊 会不会扮鬼啊 先把眼睛闭上 好吧 谁 是谁 谁呀 我 纸画 是纸画 进来吧 干嘛 是纸画 纸画 这么晚了 又是吗 我知道你不舒服 所以过来看看你 最近啊 常常感到心跳加速 有点喘不过气来 干嘛 是不是因为上次见到 纸戎的鬼魂 所以被吓到了 怎么会呢 我对纸戎如同亲生子一样 自从他病死之后 我不知道哭了多少个晚上 要是真的能见到 纸戎的鬼魂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给吓到呢 怎么 怎么回事 可能是断电了 我出去看一下 有人 没人呢 怎么会 明明有人呢 好了没 好了没 我怕不怕 吓死人了 这次犯鬼呢 不是这样的 只是要听我的命令 总之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司令官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听我的指挥 知道吗 什么事啊 首先第一呢 就是要穿上这一套西装 是纪荣 纪荣 根本没人呢 不 真的是纪荣 他进来了 他走过来了 他还在走 第一句 第一句 我死得很惨 我死得很惨 这样不行 不够轻力 要轻力一点 我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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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轻力一点 知不知道 是谁害死我的 如果他不说 你就要说 我要掐死你 我要掐死你 是谁害死我的 没有人害你 你是病死的 谁要不说我就掐死你 我不知道 是你 不 一句都不是我干的 是 是 是 鬼呀 差一点他就说真话了 是啊 谁让你加那么多话的 不加那么多台词怎么吓到他 追啊 你先回房间别让人看见了 我去追 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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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大妈 你刚才想说什么 鬼呀 金融的鬼魂回来了 鬼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金融又出现了 他又回来了 他在哪里 他在追我 我好害怕 吓死人了 我真的有人大吵大叫的 就出来看看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是干妈又说看见金融了 真的吗 难怪今天我也觉得阴风阵阵的呢 我也觉得好像有人走进我的房间啊 你们都觉得这么古怪 难道金融真的回来了 是是是真的回来了 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他了 难道金融真的有心事未了 又或者有些事情放不下 要说给我们听 为什么每次都是干奶奶见到金融少爷 是他有事找你 还是干奶奶你有事要告诉他 没有 我没有事找他 什么事 你妈啊 刚才看见金融了 金融 是真的 金融重现了 她又回来找我来了 没事 她不断地问我 冷静点 金融找你干什么 她问你什么了 哎 哦 爹 妈她晕倒了 妈她这两天病很重 老是胡言乱语 你不要在乎她的话 我先扶妈回去休息了 哎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 这难道金融 真的是有心事未了 那祭祖真是狡猾啊 竟然用迷药把干妈迷倒 让干妈不能再说话 小姐 你怎么自然说用了迷药啊 别忘了我是读哪科的 在英国的时候啊 我已经知道迷药是什么味道了 我刚才就闻到一点点 哥罗芳的味道 我想啊 那一定就是从祭祖 那手帕里散发出来的 哎 真是气死人了 还剩那么一小步 我们就可以让干奶奶 说出实话了 没错 小姐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啊 现在我们只好走一步 看一步了 祭祖 你打算 带干妈去哪里啊 去郊外的别墅小住一下 去郊外别墅 嗯 为什么 是这样的 祭祖说 她妈呢 因为想念济荣成病 如果一直在这儿待下去的话 恐怕她妈妈的病就会加重 所以决定带她到郊外去 好好地休息一下 想离开这里 好让干妈不会露出马脚才是真的吧 好狡猾 极花 极花 嗯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挺好啊 这样做对干妈 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可以的话 一块去好吗 为什么 我要经常回公司 而且每天工作到深夜 根本没时间照顾妈妈 极花 你是学过医的 而且妈妈这么信任你 因为你照顾她 我非常放心 这是一个机会 干妈对我那么好 我当然乐意照顾她了 好啊 有极花小姐去照顾 那我就更放心了 谢谢你极花 不用客气 那么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 待会儿和干妈一同去 好 好死的好惨啊 哎 好死的好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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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不要缠着我呀 不要再缠着我呀 不要再缠着我了 不要再缠着我了 不要再缠着我啊 快死的好惨哪 快死了 快死了 她看你是人是鬼 糟了 来人啊 用过你啊 追 追 追 在那儿 追 没有啊 分场找 人呢 好 走 石金啊 你在哪里啊 千万不要有事啊 姐姐 过来啊 石金 石金啊 对不起啊 姐姐 把别人的西装弄脏了 这个没关系了 你 你流血了 我没事 你背不中枪了 不要紧 一点点多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让你半鬼 害你受伤了 不要紧的 挺好玩的 你先忍一忍啊 不如这样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来 在哪儿啊 走 快走 追 快走 石金啊 你伤得很重啊 对不起啊 石金 为什么你那么傻 用身体保护我 你会死的 不要紧两枪而已 不要紧两枪而已 不中枪不知道我身体还很好 石金啊 石金啊 石金 石金 你好香啊 好香啊 石金啊 前面看看 你别睡啊 石金 快点 追 糟了 糟了 他们追来了 你别睡啊 我们走了 认真点 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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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黄飞鸿吗 他很喜欢自己是黄飞鸿 但其实他叫 不对啊 石金是我替他改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怎么会受伤的 小姐 你认识他 我是武田敬香 小姐 你 那先不要说了 有人要害他 请你帮我把他送到山顶那所教堂 找玛利亚修女 好 那你不跟我一块去吗 还不行 我要呼吸拿点东西 晚一点和你们会合 嗯 你们快走 麻烦你了 殷次郎先生 小姐 快把黄师傅扶到车上去 是 我们这么多人 一个撞了枪的人都追不着 走 周少爷 叫那么大声吓死我了 周少爷 小姐已经睡觉了 今天晚上家里闹了半夜 这么吵 他还能睡得着觉 周少爷 你还是不知道啊 我们家小姐特别不怕吵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们住在广州的时候 戈壁拆大楼一大早就轰轰隆隆的 可是小姐照叫睡得很香甜 到中午都没有起床了 真的 我还真做吓人的 怎么敢欺骗祖少爷女呢 小姐真的睡着了 要是把她吵醒的话 她就会大发脾气 小姐最恨的就是有人把她吵醒了 她到底是睡着了 还是没在屋里啊 小姐真的睡着了 只不过 阿珍啊 你和谁在外面说话 是我啊 纪组 纪组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你这么早就睡了 是啊 和干妈撂完天 我的头很痛啊 所以就早点睡了 今天晚上 有贼闯了我们家偷东西 让我开枪打伤了 是吗 那捉到那贼人了吗 捉到了 太好了 后来 出点意外 最后让她跑了 真可惜啊 干妈这几天常说有鬼的 会不会就是这个贼啊 没想到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记住啊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想先休息了 我的头还很痛啊 好 那我走了 志华 对了 这手帕还给你 这手帕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我明明见你用过这手帕了 主少爷 这手帕真的不是我们家小姐的 看 我们家小姐的手帕上 都有一个纸子的 可是你这一块呢 就没有 所以不是的 不好意思啊 记住啊 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想先休息了 晚安 好 晚安 嗯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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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红 我是静香啊 我不要香 我要姐姐 非红 姐姐 姐姐你在哪儿啊 姐姐 姐姐 好 很烫手 她在发烧 快请医生吧 志华小姐就是医生 那太好了 我现在马上要帮她手术 把她体内的子弹先拿出来 那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你就当我的护士吧 玛利亚兄 我先出去 玛利亚兄你会阴邪 我不想再多一个病 那我该做什么 你先管她喝洋酒 我没有麻醉药 好 避免她乱动 来 愿愿遮点 嗯 这个日本女孩子 是世间什么人 跟她这么亲密 怎么不见她脾气 可以了 志华小姐 请尽力救她 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虽然我解剖过不少尸体 但这是我第一次为活人动手术 你行的 你一定行的 你一定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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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实在太好了 那以后我去撑你芷华姐 你叫我吉祥好了 好啊 金星 我马上要走了 你好好照顾她 放心吧 我今晚会在这守着她的 芷华姐 究竟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为什么会中枪 说来话长 有机会我再跟你说 是我问得太唐突了 对了 我明天再来看她 麻烦你照顾她了 那你走好 时间的信用已经捡回来了 我应该开心才是 为什么我心里却有点酸溜溜的 她有这样一个温柔体贴 善解人力的静香招募的 我应该为她高兴才是 为什么我心里却感到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 难道我是嫉妒 嫉妒谁 静香 不可能 我怎么会嫉妒她呢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了时间 不可能啊 她现在傻傻吃吃的 什么都不记得 我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 是 初恤 胭四粮先生 实在对不起 我忘了 你一直在外面等我了 没关系 我是来看看您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现在有两件事情 请你帮忙 第一件事情 请你回去告诉哥哥 说我今天晚上 在姐妹举子家过夜 请他不要担心 第二件事情 请你回到领事馆以后 不要多说话 就说 我回到家里了就可以了 完全明白 今天晚上的事 尹次郎什么都没有看见 谢谢你 尹次郎先生 那我先走了 好功夫 好功夫 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我这些只不过是 三脚猫功夫罢了 嗨 宽哥 哪位大师不经历过这些呢 对了 你刚才那三脚 真的非常棒啊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功夫啊 只不过是花间秀腿罢了 对了 记住 拜托你 千万不要告诉我爹 没问题 来 爹不让你练功 所以你只能偷偷地 在他胃起床之前练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保质连的时候 每天不练上八个小时 最少也有六个小时啊 在这倒好 能练上一个小时就不错了 这么少的时间呢 怪不得你的功夫一点没长进 其实 爹这样要求你也太没道理了 你精通的事不让你做 非要让你继续做生意 跟你说实话 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宽哥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 你说 你的师父黄飞红 现在已经失踪了 可是你的师公黄其英还在香港 我们不如找个机会把他约出来 好让爹爹 见识见识你师公的功夫 然后 再让你师公去游说爹 同意你继续练功 你看行得通吗 不管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 都要试一下 因为我实在是太想练武功了 好 你师公就由你去约 其他事情交给我了 记住 多费心了 师公 你可一定要帮我 帮我劝服我爹 可以让我继续来保之灵练功 阿如啊 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本来是件好事啊 但是我不信是周济祖这个人啊 我看 周济祖这个人 他是狗嘴里吐不住象牙的 这一定是个阴谋 什么阴谋啊 你想啊 他想叫你把全副的精神 放在学习武功上面 然后就不去管你爹的生意了 这样子他就有机可乘了 关键是我不喜欢做生意 我只喜欢学武 师父教我的无影脚 我都练了快半年了 可是还没有练成 现在我爹又不续 我来保之灵练功 要是这样长刺下去 我的功夫就会荒废掉了 他烧退了吗 还没有完全退 但他已经不像昨天晚上那么烫了 我依照你的吩咐 每四个小时 就为他吃你留下来的药水 那他今天肯定可以退伤了 那当然了 姐姐的医术这么高明啊 你辛苦了 先回家休息吧 让我来照顾他 那好吧 我先告辞了 景香 景香 你这么照顾他 你跟他 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因为 他说他爹给他定了一门亲事 是吗 他倒没有跟我提起过 昨天晚上 他半婚迷的时候 一直叫姐姐 景香想 这个姐姐 就是直话姐姐吧 之前他头部受了重伤 失忆之后 便这样叫我姐姐了 请允许我 大胆地问一句 姐姐是不是就是他的 当然不是 关于婚姻呢 我是不会接受父母之命的 我爹呢 也为我定了一门亲事 但是我反对 便从广州逃到了香港 好 景香 既然你知道他定了亲 你还这么不顾一切地照顾他 景香认为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 只要他幸福 景香就感到很幸福了 你人真好 拜托你照顾他 景香先走了 不知你走了什么运呢 能有这么好的女孩喜欢你 哥哥 你完全康复了 当然 不然能一掌打碎那么多网片吗 太好了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找到黄飞红了 真的吗 带我去见他 对不起哥哥 我答应人家 不让任何人见他 那你就详细地告诉我 到底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都已经折腾一个晚上了 让我先洗个澡 换件衣服再来告诉你 好 那你快去 黄飞红 你终于回来了